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各位介紹我們優秀七位 帥哥美女的 好辣醫師好 不要再騙了 好辣醫師團 今晚帶你了解 你的身體哪裡出了庭 以及三位藝人 跟大家一同來探討 我們今天探討就是 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其實身體有很多的警訊 我們到底有沒有發現 我的手指會痛 我的心力會不整 對 我的會有水腫 對 有時候會覺得頭暈 對 這到底是不是 健康出了毛病 但因為它是不得不緊 所以你有時候就沒有 去注意到這件事 那我們做這個節目 就是要告訴大家 這個其實是會影響你們的健康的 有些小病痛 就是你健康開始 拉緊抱的開始 所以要建立一個健康的觀念 所以我們今天來探討的第一個 我們是你常常會有的 水腫 這一定會的 女生超嚴重的 我們女生只要是活人都有 沒有 可是女生最嚴重 這水腫都會有 不要以為瘦的人都不會水腫 對 今天考考各位的問題 你認為 你看 聽清楚 醫師也可以 哪一個生活習慣 容易導致水腫呢 是說第一 每天喝水 1500cc到200cc 容易造成水腫嗎 第二 喜歡蔥 薑 蒜 等辛辣料的人 容易造成水腫嗎 第三 喜歡各種重口味醬料的 容易造成水腫嗎 來 請 請作答 好 有我們三位藝人的血腫 是因為重口味 那陳之嘉一是選擇的一 每天喝太多水了 許原精也是覺得 每天喝太多水 其他的沒有第二 蔥 薑 蒜 沒有人選 因為蔥 薑 蒜 瓜哥 你看那個東北人 我們去東北看東北人 都是比較瘦 比較精實的 可是他們的口味就是蔥 薑 蒜 我們來聽聽選一的許原精 我本身是容易水腫的體質 像我錄影之前 然後本來準備了靴子 剛剛完全塞不進去 對 然後有的時候 就是前一天 如果消夜場吃得太開心 然後隔一天就是會 然後有一次 我就隔天去上班 然後遇到比較瘦的同事 他說許原精 你怎麼可以 立刻在一天之內胖兩公斤 你可以教我快速變胖的方法嗎 這樣子 對啊 所以我自己就有一些 可以就是消水腫的小撇步 等一下 妳現在舉一是說 妳覺得 對 是喝水的關係 喝水 所以像我現在就是 晚上六點之前 就吃完晚餐 然後包刮水 然後六點之後就完全不喝水 不喝水了 對 一口水就不喝 可是妳都一直維持這種情況 對不對 對 可是一般不是這種水腫 一般水腫是早上起來 工作的時候會慢慢消水腫 可是我覺得女生有點奇怪 她是早上跟最 就是最早跟最晚 這時間是最容易水腫 是中間那一段不會水腫 所以妳認為她現在水腫是正常的 是 有些人體質是會這樣 我也是早上臉會很腫 然後但下午晚上 是變成腳很腫 那妳現在是妳剛起床的樣子 還是 不是下午 很快妳剛起床 像很多人晚上買鞋圖的 尺寸跟白天都不太一樣 而且尤其坐在那邊 打麻將的人 不是吧 瓜哥 坐飛機的人 對 常常起來腳都腫 對 鞋子就塞不進去了 對 坐飛機一定的 對 所以她認為是喝水的關係 對不對 像我晚上就一定要穿這種 彈性襪 不是 妳水腫的妳教大家什麼東西 對啊 我的意思就是說 妳都水腫到這樣 妳教大家什麼東西 當然它會更著 對啊 久病成兩名 所以她最有權利來說 削水腫 妳削水腫穿襪子把它 就是給它擠 擠回心臟 讓它循環 所以胸部看起來會更大對不對 循環變好 水腫會跑到胸部上嗎 對 所以想為母奶的都要穿那個襪子 所以妳那個襪子誰推薦妳 妳自己買的 我自己買的 有用的 妳覺得好處是哪裡 就是真的 就是隔天起來 那個小腿的腿 我就會縮小 真的滿有效的 妳不用襪子 第二件起來也會變小 可是這個我也有買 我買的是我去 如果出國我們都自助 這樣走走走 其實腳晚上真的都會腫得很嚴重 穿了真的隔天 妳的那個腳的腫 真的會比較好 對 為什麼它沒舉牌子 因為這題待會兒它要總結 對 為什麼總結的意思呢 總結的意思它有風險 就是講錯被告的 對 它只是印證它那個襪子有用 並不代表它是 對 它的觀念對 來 陳志佳 我其實我是覺得那三個答案 不是 但是因為我自己本身 不太吃重口味的 所以我自己的問題是在意 妳會水腫嗎 也會水腫 我自己的例子就是 我早上起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一大早的時候 第一台手術可能八點的時候 然後我一開始進去遇到護士的時候 護士第一件事就是說 陳志佳妳覺得好業 然後我在那時候沒有議會回來 只想說大概是剛起來 看起來精神還沒有很好 還沒有很靈光這樣子 然後後來接著又遇到主任 主任就說 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大家都今天特別關心我 後來直接在走進一道開道之後 跟我比較熟的護士 就直接拉我到旁邊就說 然後其實明明三個小時前 就已經起床看病人了 但是因為就是前一天我要喝太多水 然後整個眼皮很腫 腫腫的 然後你就覺得 其實你睡了超過八個小時 睡得很飽 精神很好 可是你的眼睛好像都髒不開 那種感覺 所以我喝水腫得還滿厲害的 所以你覺得是喝水罩子 對 光喝水而已 沒有吃重口味就很嚴重了 好 這個是每個人的想法 來 我們看姚瑾 你舉三 就是吃太多的重口味 對 我是覺得身體狀況不好的時候 比較容易 因為剛剛很多醫師都提到說 它會水腫 可是我覺得 剛開始是腫上面 慢慢的下午就掉到底下了 因為循環不好 我本身例子是說 之前在醫院值班的時候 連續值班兩三天 胸口會覺得熱熱的 有一陣子 我想說是不是出了什麼毛病 我不理它 反正年輕 然後後來就是 過幾天之後 我們腳也腫起來了 後來我就想說 是不是太累 或是缺乏什麼維他命 我就吃綜合維他命 很神奇 一個禮拜就改善了 對 差很多 是 所以營養流失掉 你下次有這個狀況 你先去廟裡 搞不好第二天就改善了 對 先禁職業生活 應該就可能改善了 鄭宇浩呢 我之前的例子就是 我去值班大概30個小時吧 那值完班之後 我發現腫了 我鼻子腫起來 而且有一次腫在這個 三根的位置 他的朋友就說 你是不是去做什麼雷射 你去做什麼手術之類的 對 其實沒有 就是他腫的位置就非常的奇怪 就是只有在這邊 後來我發現 這好像是一個水腫的情況 我就去 泡三溫暖 然後去做蒸氣 然後他後來就 漸漸就消下去了 就是做一些有熱水澡的地方 你都三四個小時 你都三四小時 隨不隨腫 也會腫 可是他腫在這裡 對 都會腫在這裡 所以應該是有 打什麼東西在那裡頭 你這個真的怪 你可能去廟裡走走 肯定也沒有 你誰 好 我是 我其實是早上起來 是最不腫的 所以如果我要拍雜誌 要拍照 我都會要求公司 第一個發我 早上大家都腫了 然後我是越到了晚上越腫 又水腫 對 我會水腫 所以有一次我拍戲 就早上拍還好好的 他拍到晚上的時候 導演就說 你怎麼了嗎 你是整個人過敏 我說怎麼了 他說你怎麼整個人 就是跟早上比起來 腫起來 差很多腫起來 然後我褲子穿起來 也是很崩 然後鞋子完全塞不進去 所以我不曉得 為什麼這種狀況 到底是哪裡有問題 要不要去廟裡走一走 廟裡 我剛才把廟廟請來 不是廟公是不是 那陳維銘呢 其實我跟他這個差不多誇張 但是我是誇張到 他剛衣服變緊了對不對 我在拍拜全女王的時候 我們中間大概隔了三個禮拜 剛好過年 我就到加拿大去玩 那我的食量本來就低的 我到加拿大一樣 我吃的也算很少 結果我一回來 就回來的 我是大清早的飛機回來 下午就要拍戲 所以回來就開了車 洗個澡 到現場去 到現場去 化妝 化妝 換衣服 換衣服穿 一套戲服穿不下去 就是一個白襯衫 一個卡齊的褲子 然後一個毛衣這樣 穿不下去腫到一個 然後那個不是胖 為什麼 因為腫 胖跟腫不一樣 胖是QQ這樣 腫是你一壓 它不是一個痕跡嗎 然後彈不回來 對 彈不回來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我是不是肝硬化換死了 我就覺得 對 你說我沒有去廟裡走走 對 我後來 我沒有這件事情 對 我覺得每個人都真的 都有水腫這個問題 只是嚴不嚴重而已 像我個人呢 我早上起來會有一點 所以有時候我要錄影前 我會可能跑去 烤箱去烤一烤 留個號 烤箱烤一烤 水分 排那個水 會比較好一點 慢慢就會更熟 可是不是每一天有時間 對 對不對 所以剛剛這三個選項當中 我們也請我們陳新美醫師 來解答 到底是一對的呢 二對的 還是三呢 來 請 沒有 這樣有OK嗎 OK OK 完全達到我們搞笑的效果 喜歡各種重口味 重點 對 應該是這麼說 其實剛剛大家都有提到的是說 一天喝水會不會腫 大家都有個迷思 喝水會不會腫 除非你是有腎臟問題 或心臟問題的人 這時候我們才需要控制水量 如果你是一個完全健康的人 我們還是建議你一定要喝水 我們要先講一下 其實水腫它的理由 跟它的原因很多種 但是有一種是 我們現在可以在家裡 先做試驗 你有沒有缺假 對 我們剛剛講到重鹹口味 大家知道重鹹口味裡含有什麼東西 納 就是對 納 納 好鹽 對 你知道外面餐廳一定會比你家裡 用得更油 更鮮 不然怎麼買更油 然後還有比手 胃素 對 所以其實納是一個 會讓我們身體水腫 很重要的成分 那所以如果這時候 甲它跟鈉的通道是相反的位置 所以當你多補充一點甲的時候 你可以把你的鈉排出 換言之就是 對 所以比如說像我們紅豆水 大家都有印象 它有利尿的作用 它其實裡頭就含有豐富的甲離子 對 那我們其實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香蕉 葡萄 對 水果類它的甲離子都比較多 可是一般心率不整的人不能吃 對 瓜哥講到一個重點 其實如果說我們今天我們看這個 不要開開星星就去吃很多很多 甲離子的水果 如果你有心臟或腎臟問題的人 我會建議一定要跟醫生討論 為什麼呢 心臟問題的人是這樣 當甲離子量過高的時候 你會產生心率不整 或者是產生心防戰鬥 那是可能會致死的 會 那如果你太低的話 其實就會產生我們說的 呼吸機可能會麻痺 那這個人怎麼辦 他就變真的要醫師照顧待 因為我說實在 他本來就是腫得很嚴重了 可是他就是缺乏甲 可是他吃甲心率又不整 那又排不掉 又怕心率不整 所以醫師就會 我們其實一定會定期抽血 但是前提是在 你是有腎臟問題的人 這個的前提一定是有腎臟問題 正常的人 我們要到我們所謂的呼吸機麻痺 或到我們說高血甲造成心率不整 是要非常非常遠的 就是離我們的甲離子 正常濃度是差非常多 你才會造成 但是因為我們剛剛提到的是 我們正常的人 我們可以試著補充一點甲 如果你今天擔心 像我們剛剛有提到 擔心肝或腎的問題的時候 你一定要注意 剛剛維銘哥有講到一個很重要 你說你手壓下去 對 那它不會彈回來 這是個證兆 這個東西在我們的醫學裡 我們有一個檢查 它是非常簡單 在家裡就可以做的 它叫做PTED 就是叫做壓線水腫 那怎麼做呢 我們通常要壓腳 因為你上半身腫得不會那麼嚴重 會往下 基本上我們做的方式就是 我們弄我們任何一隻手指頭 輕壓 有一點點力道的壓下去 3到5秒鐘 好 1 2 3 好 放開 等一下 我們這樣 沒有 沒有 Q彈有趣 我一看 沒事 我彈起來只會留個白白的意義 沒有 我完全正常 你看 對 那我的很 我是不是算比較嚴重 還好 還好 我的算比較嚴重吧 可是你的有彈回來 妳不會 妳腿粗得稍微嚴重 對 那個地方還好 沒有 應該說宇柔有陷下去一點點 對 其實我們會想說 像剛剛惟民哥這樣的狀況 跟宇柔這樣的狀況 到底是不是有問題 基本上如果你壓下去 不會彈回來就是有問題 不管深淺 我們這邊看到的 它是我們醫學上 我們會分類說 它的等級有多嚴重 但是其實只要你一旦有一個壓線 正常的是真的不會有的 這個有可能有 全身都壞掉了 可能太勞累了 對 可能臨時出了問題 可能那時候勞累了 對 那這個情況 如果你有這樣的狀況 你真的要去檢查 這是心肝腎的問題 那有一種時候 你這樣壓壓 沒有 沒有開開心心的 結果後來發現有問題的是什麼 是 為什麼 這什麼 不是 等一下 你說 壓了沒有 然後最後變這樣 對 就是還要注意的一個 就是我們除了我們剛剛講 心肝腎 你壓下去沒有問題了 不要說就完全棒著沒有問題了 還有一個一定不要忽略的 叫做假狀腺水腫 我們大家對假狀腺 印象都是眼睛會凸 還有脖子 對 脖子會大 可是還有一個證照 大家比較少知道 就是在我們的腳的前面 小腿的前面 這個地方在假狀腺低或高 它都會腫 它的腫是亮亮的 壓下去就會彈起來 就像我們正常的 我們剛剛做的檢查 正常人這樣子 那如果你完全沒有治療 久而久之 你有可能就會變成 像這樣子的一個案例 這是一個臨床 可是它就會彈起來 你怎麼去診斷它 對啊 我們通常會建議說 因為假狀腺 不管你是低下 或者是身高 都可能有一些症狀 比如說你會比較容易怕熱 好 我們假狀腺抗禁來說 你容易怕熱 最明顯的是假狀腺 脖子這裡會變大 或者是眼睛會變凸 那如果你有類似的症狀 或者是你是正常人 心跳是特別快 心跳怎麼跳到 我們正常60到80是正常 你跳到100多 如果有這種症狀 你腳前面 它很特殊 它就只在腳的前進 只有在小腿的前面會腫 那如果你有類似這些症狀 綜合起來 有效我就建議 一定要去做檢查 到這種程度大概要截肢了吧 也不到截肢 但是這個就是沒有發現 你要久而久之一直放 變成是這個樣子 那可以治療的 這個治療 可能你還是要處理這些局部的 尤其是有壞死的地方 對啊 小地方可以看大地方 真的 大部分不是腎不好 就是心臟不好 對 接下來第二個 我們叫什麼 身體緊急的第二個 舌頭 大家對舌頭的結構到底了不了解呢 我們先來考各位一個問題 我們整個舌頭 它的酸甜苦辣的味蕾分別 分佈在舌頭的哪個地方呢 各位可以稍微畫個圖 看你對舌頭了不了解 哪個部分是消化苦的 哪個部分是消化甜的 就敏感了 更敏感的 電視界的觀眾朋友 也可以稍微跟我們一起做 這個題目的調查 大家畫好了可以立牌一下 你畫得好像那個衣服的牌子 這位送營養師 他是苦在後面 酸在後結 鹹在前結 甜在最前端 我答案跟名畫差不多 一樣嘛 苦在最後 甜 可是你鹹放最前面 我覺得這兩個是 就是一起啦 只是說我自己覺得鹹在前面 對 鹹在前面 幾乎差不多只有兩人 不太一樣 你們呢 它是酸在最後面 甜在上層 鹹在下層 苦在最前面 這是你的認為 甜 酸 這是什麼 辣 沒有辣 你先要裡面看一下 你們都不吃辣的嗎 沒有 我們要吃辣 他今天只有在講鹹甜苦酸 酸甜苦辣是心情 這邊是苦在最後面 對 然後 所以你們要吃到那個 舌後面很苦對不對 對 然後酸是兩邊 然後下鹹 然後鹹是最前面 你跟他們一樣嘛 我來公布症結了 各位 看你這是對還錯的 你看 苦在最末端 所以你吃要吃到那個 後面喉嚨很苦 所以你每次吞的時候 特別苦嘛 因為我鹹是對的 你喝完水吞到這一節 很酷 因為它這個地方最苦 鹹是對的 舌頭前面甜 為什麼 你吃冰淇淋不是這樣最好吃嗎 用舌尖去舔 對不對 為什麼吃冰淇淋一定要這樣吃 為什麼不是這樣 因為這樣很難看 不是啊 主要是因為難看 不是 不是難看 不然 我現在是講真的 如果舔在這個位置 那你通通塞喉了嗎 你不能慢慢的放進去嗎 一定要一次到底嗎 不是那樣子又塞著頭很暈 對 所以為什麼大家會用 真的啦 那個突然太冰了 鹹在這兩邊 兩側 好鹹喔 酸 所以你酸美有時候吃 吃會放在這邊嗎 你現在就覺得很酸了對不對 所以常常吃酸美 不是吃到會這樣嗎 對 就是因為有酸 好慧眼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 你現在慢慢體驗一下 甜 鹹 酸 苦 我也有個問題想請教 一直不知道哪個來回答 就是剛剛講辣 其實我們吃辣 會有感覺辣 辣不在這裡面 到底是哪裡的 對 注意 壓力可能讓你 再也感受不到美食滋味 算是第一年 快要接第二年的時候 我心情度非常非常沮喪 那時候我就覺得我不對 因為我吃東西本來是 我已經沒有 我沒有感覺到快樂 我就想到我以前 大國很喜歡吃的一天 蚵仔麵刷 買蚵仔麵刷回家 我一直說 這不是我的蚵仔麵刷 我真的就是當場哭笑 我那次真的 所以感覺到情緒 會完全影響到你整個味道